重新提起呢 週休假期 天氣狀況來講的話 好像持續在好轉當中 但是北部東半部地區的朋友 早上起來還是覺得涼痘痘的 尤其到了接近中午的時候 其實氣溫好像還是 還是沒有辦法很快的就熱起來 主要還是因為現在 東北季風還是持續在影響當中 不過中南部地區來講的話 中午是熱的但是早晚偏涼 這個日夜溫差的感覺 比北部來講更加明顯 尤其在接下來幾天 中南部地區都還是要注意到 類似的天氣形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未來幾天的天氣狀況 注意到明天來講的話 會轉型而且會變熱 但是星期二開始 又會有另外一波的 東北季風要來影響 首先看到在星期日來講的話 早晚偏涼 溫差偏大 而且這不是只有中南部 全台灣都是這樣 在高溫的部分 連北部地區都可以來到30度左右 感覺比較熱一些 如果有些朋友 現在正在參加中部的媽祖繞境活動的話 記得一定要多補充水分 甚至防曬的工作也是要做一下 因為太陽還是真的滿大的 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 而到了下個星期一 星期二之後 各地的溫度都很明顯地拉跟升起來 尤其在台灣附近 比較偏涼的空氣持續地遠離當中 因此早上的溫度 也會比較明顯地回升 高溫的部分 同樣還是可以來到30度左右 晴朗而且炎熱 同樣如果你要參加活動的話 都還是要特別注意補充水分 但是要注意到 下個星期三開始 其實從下個星期二的晚上 準備要變天 星期三的五間的高溫 北台灣就會掉到 只剩下20度左右 這個降溫的幅度 感受是還滿明顯的 因為又會回到 類似這幾天的這樣的溫度形態 而且早上的溫度 大約也就轉到17 18度左右 所以又會回到這種 冬天 春天交界的這種 炸暖還寒的感覺 不過在南台灣來講的話 其實不會有很明顯的感覺 高溫同樣還是可以來到30度左右 我們先從衛星影圖 繼續帶大家來看到 事實上在今天來講的話 台灣附近的水氣 是持續在遠離當中 因此在降雨的部分 也持續在減少 五間的溫度剛剛有講到 台北的地區在早上的時候 大約成間的低溫15度左右 到了中午的時候有升高了 大概在23度左右 這是今天的溫度 明天有希望可以來到30度左右 而在南台灣 今天同樣持續炎熱 是持續在30度左右 台灣附近的水氣量 接下來幾天會有持續減少的趨勢 因為目前看起來 封面帶還沒有很明顯的接近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降雨的區域的部分 其實在今天晚上 到明天清晨這一段時間 因為風向逐漸從東風轉來偏 東南風進來 因此在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 沿海 尤其在花東的沿海地區 還有在屏東 恆春半島 還是有一些零星短暫陣雨的機會 到了明天白天的這段時間 宜蘭 花蓮 台東的沿海地區 都還是有一些零星的 短暫陣雨機會 不過大家會期待 接下來到底什麼時候 會有比較明顯的降雨 尤其之前有些預報上面來講說 接下來有一個很大的颱風要來 到底這個颱風會不會來 而什麼時候會比較接近 水氣量會不會有增加 我們從這個氣象局的數值預報 可以帶大家來看到 這是未來三天跟未來五天 在水氣以及氣壓上面的暴凱 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的位置 我們幫大家圈出來 事實上這個低壓未來三天 其實大概還在菲律賓 東方的海面上面 而且它會持續在這個位置 還滿長的一段時間 水氣持續在凝聚當中 台灣北部 其實是因為有封面帶通過 水氣量看起來比較多 但是不會直接進到台灣的上空 因此對水庫的解渴 看起來短時間之內 在三天之後還不會有進帳 但是到五天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低壓系統 它到這個時間點 還是在菲律賓的東方海面 它的強度看起來 有機會增強 唯一一個熱帶性低氣壓 不過未來的入境上看起來 有機會比較朝偏北的方向來移動 因此對於台灣的漢象來講的話 解渴的機會還是不高的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在未來的地面圖上面 注意到天氣的狀況百變 現在的高壓中心 是已經逐漸往日本的方向 來往東移動了 而對我們來講 台灣附近的天氣狀況 這幾天都還是處於 比較穩定的天氣形態 下個星期一開始 封面帶逐漸要接近 星期二 星期三之後 封面帶已經通過台灣的上空了 風向走來偏東北風進來 各地的感覺 又會變得比較偏濕濕涼涼的 尤其在北部東半部地區 會轉為比較偏濕涼的天氣形態 我們在地面的衛星雲圖上面 繼續看到在台灣上空 今天講到水氣量 還是比較少一些的 明年後天這兩天 如果要從事戶外活動的話 早晚稍微偏涼一點點 但是週五偏熱 記得要多補充水分 來看到明天各地的詳細預測了 明年在北部地區 台北桃園高溫 可以上看到接近30度 連基隆陽光都會露臉 中部地區明年同樣 比較偏炎熱高溫的部分 可以來到27到29度 南台灣明天高溫 同樣可以上看到30度左右 屏東可以來到32度 而在東半部地區 明天雲層量也減少 花東的高溫 可以來到27、28度左右 在外島地區 明天的溫度狀況 馬祖17度的高溫 金門澎湖 可以來到24、26度左右 未來一週 在星期二的晚上之後 北部跟東半部地區會變天 而在接下來這幾天 降雨的情況會比較明顯一些 外島地區 馬祖同樣也是在星期二之後 會有天氣上的改變 今天的志根看天氣 要提醒大家兩件事情 早晚還是比較偏涼一些 尤其在明天早晚比較偏涼的情況之下 晚初記得要穿保暖 另外在午間比較偏熱 戶外活動記得多補充水分 我是陳志根 廣告回來 請您持續鎖定中視新聞